男主体内被注入特殊的基因 只需要咬一口脖子 便能够控制对方的身体 当朋友们赶过来看到男主的尸体时 敌人也紧随其后赶了过来 就在敌人要抢走放在一旁的人形机甲时 刚刚被男主咬过的间谍艾尔夫 突然对着尤军开枪 随后和尤军对峙给男主的朋友争取时间逃离 就在对友德雷不理解的质问时 艾尔夫直接给了他一枪 双方立马便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可艾尔夫是被称为单人旅团的顶级特工 轻而易举的便逃掉了 当艾尔夫和男主的朋友再次会核实 他竟然说自己就是男主情人 不知怎么回事就控制了这具身体 为了能够夺回自己的国家 他决定要抢回那台超级仙境的机甲 当敌人正在母舰上 给刚刚抢过来的机甲进行记录时 男主神兵天降 一转眼 他便赶走了现场的科研人员 并且找到了自己的尸体 可让人震惊的是 尸体上的伤口竟然全部都愈合如出 事不宜迟 他把自己的肉身搬进驾驶舱里 并且让自己的一个朋友也进来了 朋友帮他绑住手脚 准备让男主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一切准备就绪 他摇向自己肉体的脖子 一瞬间基因灿动 男主竟然真的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很快 男主便启动机甲 决定要破坏这台母舰 他来到母舰顶部 随后开始进行破坏 可敌军并不是傻子 立马控制舰体进行旋转 让男主直接从舰体上滑了下去 掉入水中 可这并不是什么大海 当他到达底部时 便可以离开这个殖民区 来到浩瀚的宇宙 刚刚离开殖民区 便碰到了多挠敌军的围捕 可这些敌机在男主先进的机体面前 只不过是些蝼蚁罢了 仅仅是三招两式 便将他们悉数斩碎 可多挠军并不是只有这点战斗力 他们决定派出名为理想的重型 战略机甲 将会让男主感受什么叫做残忍 无不清的导弹持续地跟踪着男主 很快便将其炸的苦不堪言 伴随着机体的发热 显示屏上的数字 马上就要到100了 一旦到100就会当机无法驱动 更糟糕的是 顶级特工艾尔夫偷偷解开了绳子 劫持了一旁的朋友 趁着这个机会 理想抓住了男主的机体 理想的驾驶者 德雷便是被艾尔夫先前射伤的队友 他要趁此机会向艾尔夫报仇 艾尔夫失去了被控制时的记忆 压根不知道自己背叛了多挠 但因为搞不清楚状况 也不敢随便对男主开枪 男主健壮 便趁机逃离了敌机的围捕 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最喜欢的女孩 赵子并没有死 而是连人带车被埋到了土里 就在他分神之际 理想再一次追了上来 显示屏上的数值瞬间突破了100的上限 让机体进入当机状态无法启动 而显示屏上的数值在突破100的上限之后 上限又提高到了666 很快 理想便趁着他当机的时候把男主给抓住了 伴随着机体的损坏 显示屏上的数字再一次达到了666的上限值 此刻 奇迹发生了 机体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吓得理想连连后退 他拔出身上的武士刀 随后进行切腹 一刀捅穿了自己的身体 最后释放巨大的能量 这一刀惊天动地 差一点就把理想号当场斩碎 当动脑军还想要派遣增援的时候 夺脑的另一位大敌LS的人过来了 因此便只能作罢